吕中金召集人 蔡志鸿直觅 谢达宾 政务次长 以及各部会的同仁 现场各位嘉宾 以及媒体先进 大家好 很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办法抵达颁奖典礼的现场 亲手把奖项交到得奖的参赛团队手上 因此特地预录了这段影片 有些话想对现场的大家说 首先感谢各部会的同仁 大力协助民生公共物联网资料应用竞赛 除了提供相关的数据以及各部会的资源之外 每次的工作坊也都提供了参赛团队相当专业的支援 同时也非常感谢民生公共物联网资料应用竞赛的评审团 每一位评审为了这个比赛 在这几个月里面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和时间 我在每次的评选会议上都看到 大家用最专业的角度来切入 给予团队实际的建议 让参赛的朋友在这场竞赛的道路上面 更加确立自己的方向 今年虽然是有疫情 许多事情都变得更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数位科技的应用有多么重要 今年从二月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运用自己的手机 在住家附近找到可以购买口罩的地方 或者是之后随着线上预定口罩 甚至跟全世界分享自己的口罩没有领取的额度 这些都是民生公共议题的一种应用 而民生公共物联网资料应用竞赛的举办 就是希望也能够透过政府的开放资料 抛砖引誉 由业界和学界各界的朋友们 一起针对民生公共议题的痛点 来提出智慧科技的解决方案 政府单位每一年都提供更好更多的资源 给参赛团队 这里我指的不只是丰富的资料 也包含主办单位用心准备的工作方 透过个别的咨询时间 让大家都可以更深入了解到提案 有哪些可以要加强的部分 也可以在竞赛的期间不断的修正 而到了最后的决选阶段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团队提案作品的层次 都有大幅的提升 当然我们也要肯定所有参赛队伍 在竞赛过程里面投入的努力 民生公共物联网资料应用竞赛 持续办理了三年 不只是为了落实我们开放政府的精神 同时也要促进台湾的资料产业蓬勃发展 当政府和民间一同为了这片土地 以及海洋以及河流 一起解决人民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提升 所有人的生活品质 今年我们从团队的提案作品当中 看到非常多为了防止灾害而生的创意提案 好比像说就有一个很棒的团队 建立了一套文革的异常产量预警 以及行情分析的系统 结合了空气品质的资料 气象的资料 地下水位等等多元的资料 而且还能够比对过去渔灾的事件 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风险的侦测 以及预警 另外也有团队从一个很新颖的角度 来切入主题 运用美学艺术的呈现方式 让民众对于及时的资料更加有感 把生硬的数据用动态的画面来呈现 大幅降低大家解读这些数据的门槛 我想把科技运用在防灾救灾这些工作上 已经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发展的方向 我也很期待台湾可以实现 数位国家智慧岛屿的愿景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部会同仁的鼎力协助 参赛团队的热情参与 也希望明年可以看到有更多优秀的团队 一起来共襄胜举 也在此祝福今年的颁奖典礼 一切圆满顺利 大家Live long and prosper